在前几节思维漫游我们介绍了这个Thomas Hobbes和后来提到的John Locke的一个一些基本的这种社会哲学理念就是自然状态 自然权利和自然法则 自然状态呢那就是基本就是说是弱肉强食森林法则 然后呢就是这种就是自然状态就是谁谁有能力谁就把对方干掉 自然权利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自然状态的情况下呢 我的一个最高的权利或最底层的或者是不可剥夺的权利就是要保护我自己的人身安全 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我可以忽略所有其他的什么道德法律什么文化宗教 我全忽略就是为了要我的命是第一条 那么自然自然法则呢实际上就是在这个这个三个概念里算比较比较绕的一个概念 所谓绕就是说我们说来说去前面讲自然法则讲到最后实际上我们想说什么呢 就是实际上就想用我们的理性思维用的大脑去分析一下 在这样一个世界就是人与人之间或者是这个这个物种和物种之间个体和个人之间的这种非常残酷的这么一个现实 同时大家都想自己保自己的命 在这样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把这个问这个困境解脱出来 这个困境解脱实际上就是一个自然法则的一个基调 那么这个基调实际上就是和这个自然权利他一个最大的区别 我们上一节提到就是短期的和长期的短期的我是为了我手头的这个利益 为了我手头的不是利益了 为我手头的安全 我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我的命而长期呢就说我们这样 别这样这样并不是好事 大家呢要一个一个更加一个长远的目标大家能够和平共处 所以呢这个就是赞法则那么赞法则我们现在呢就回到汤姆斯汤姆斯汤姆斯的自然法则 我们把它具体的自然法则的具体的哪些讲的哪些东西这里介绍一下 因为前面我们一直在等于是在转着圈在说这个道理就是什么是自然法则 实际上自然法则基本就是说咱们咱们别别别互相杀 OK别互相杀互相打想一个什么办法 那么汤姆斯汤姆斯呢就是在这上他就把它写的非常清楚 他写了19条定律 这19条定律呢就是基本就是自然法则的这是他的定义 那么他定义这19条里上前三条最重要 我们把这前三条大概去介绍一下 他的第一条呢自然法则的这第一条呢就是说呢 我们人在生活在世上最高的要求 OK最最高的要求就是保住我们的生命有一个和平的环境 就是在所有的前提之下这是第一条 就是自我的生命的保存和以其相对应的和平的环境 那显然就是你用和平来可保持你的生命嘛 那么那这是第一条 那这样的一个前提下呢就是说 我们呢应该和其他的人和我们处在一个环境的其他的个体 争取寻求和平 争取寻求和平 争取寻求寻求大家和平共处 不是说谁先下手为强后下手刀殃 所以这个是这上说到这里 这都是大道理 这个这个这种哲学到最后都是大道理 没有什么像那个像那个什么数学公式物理公式里绕来绕去 你得你得在那推了四五天五六天以后才得出最后的结论 实际上在这个哲学里的一些基本道理 就是他就是这么一个理念 就是要寻求和平是我们的最高的一个最高的最最关键的一个需求 当然这样的一个寻求和平的前提是什么呢 就是说别人也希望寻求和平 如果别人不想跟你学习寻求和平 你是想因为寻求和平保护你的自己的生命 可是那个对方他无所谓 他想跟你还是想想跟你这个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的话 在这个时候那对不起你也得对他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那就是说就是说我放弃了杀你的权利 实际上的前提是你也要放弃杀我的权利 这话听来说来说去呢 实际上就是某种意义上还是等于是说 没有一个真正的答案 没有一真正的答案 只是说呢 说到最后就是寻求和平是最高愿望 那么当然像这样的一个前提下 会出现一个很糟糕的情况 就是我去寻求和平 寻求不杀你 但是呢 我被你给坑了 这个英语里叫pray 就是受害受骗上当受骗的人 或者是sucker 就是是笨蛋上当受骗 就是我每次呢 总是我履行我这一部分义务 我希望不跟你去 不欺负你 不去占你的便宜 结果你的把我的便宜 当然是占便宜 意思就是说生命上的占便宜 不是说不光是财产 那就是我按照我的东西 你不按照你的这个方向去走 这个Thomas Hobbes 他有这么一句名言 有这么一段 我把它摘出来 他说he that perform all he promises where no man else should do so should but make himself a prey to others and procure his own certain ruin contrary to the ground of all laws of nature which tend to be tend to nature's preservation 有点绕 意思就是说 如果一个人呢 他履行了他的承诺 而其他周边的人 不去履行那些人的承诺 那么这个履行承诺的一个人呢 等于就自己变成了一个 任人宰割的一个pray ok一个猎物 那么他下场只有一个被毁掉 被毁灭 让别人给干掉 这显然是违背了 这就是Thomas Hobbes 这违背了所有的自然 倾向于自然的保护法则的基础 那意思就是说 你跟别人寻求和平 前提是你 就是别人不要先去 先去占你的便宜 或者先去把你给干掉 这是第一条 那么第一条实际上说的 就是一个公理性的一个结论 就是保护自己是第一的 然后争取在保护自己的前提下 不去伤害别人 或者是别人也不 跟别人造成一个互相 互相就是谁也别去害谁 让大家有一个平和的 和平的这个环境 那么第二条呢 就是这 这就是比较non-trivial 所以non-trivial 就是在第一条之上 建立一个 更加有一点 有点现实意义的 这么一个法规了 他说呢 在这样的一个 第一条的前提下 我们应该建立一个sovereign 就是to set up a state with a sovereign to achieve peace 只有当我们 就是有一个sovereign 有一个主权 有一个绝对主权 在上面的话 才能达到第一条的那个环境 Thomas Hobbes这么说 他说当其他人 也愿意的情况下 一个人呢 一个个体 可以保留和其他人 一样的权利 在这个权利之外 放弃其他的权利 就是说咱们大家 等于是这个社会主义了 OK 所有的权利都一样 我的权利和你的权利 我不比你多 也不比你少 你也不比我多 不比我少 而我想比你多的那部分 我放弃 你想比我多的那部分 你也放弃 这样的话呢 就是大家呢 就产生了一个 一个大家权利都一样 那这个权利都一样的 这个环境是怎么创造的呢 就是上面有一个sovereign 那么这个sovereign 就是一个主权 在这里sovereign上 这个概念是一个非常 在哲学概念 社会哲学上 一个非常broad 非常的一个 就是一个 深的一个定义 这个sovereign 它不只是一个什么主权 或者一个王权 或者什么 它就是上面有一个 建立在你上面的权威 OK 最简单的 我们回到以前的宗教的概念 那上帝就是我们所有的人类的sovereign OK 也按照你如果信宗教的话 就是你的 因为你如果信宗教 当然我的一切的一切 我的一切的权利 最高最高最高 最无穷上的 那就是上帝 那那个上帝 in theory 就是一个sovereign 当然这是一个宗教信仰里的一个这么一个概念 那么在我们人的这种现实社会中的这个sovereign就不是宗教的概念 而是一个群体或者一个个人的概念 那么怎么样去建立这样一个一个绝对主权或者是王权或者是绝对权力高高在上的这个sovereign呢 我我我我上主要还想用sovereign这个词 用这个词翻成中文 我看我怎么翻都很难 就是我是因为我是没有看过中文的那个社会科学的书里面的那个词怎么用的 但是我感觉这用什么词描述他都有一点不是那么特别精确 就是这个sovereign这个绝对在上面这个权力 为了这个建立这个sovereign ok 我们的目的当然是为了为了寻求和平 然后通过这个sovereign在这个建横跨在所有的人的这个权力之上 那么为了建这个显然有一个前提 就是所有在这sovereign之下的人 这个社会之下的人 必须放弃他的自然权力 放弃他的自然权力的那那一部分就是不伤害别人的那伤害别人的那一部分 当然不能放弃他的命对吧 所以呢就是他的自然权力的那一部分很广的那一部分最不可剥夺的那部分保住 其他的人全放掉 其他全放掉 我的言论自由 我的行动自由 我的财务自由 我的这个经济自由 那全是我全可以放弃 我一切都听他的 ok 这当然这是他们操 我们现在先不说 他这个这个建议在今天是否 是个好主意 但是从哲学理念呢 意思就是说我放弃所有的权力 这是第一 第二就所有人都放弃 不是说有的人放弃 有的人不放弃 因为那那也不行 同时呢 所有的人同时放弃 因为我我放弃了 他说我过几天再放弃 那这几天他不放弃他权力 他可能就在这几天就把我给干掉了 所以呢就是同时所有的人同时放弃 那个一部分 他的自然权力的一部分 当然这个自然权力 我们前面讲就是保命的权力 可是在保命权力以外的那些权力 放弃 那么 那么在这个在这个权力之上呢 就有一个大家共同的一个权力机构 这个权力机构是横架在所有放弃权力的人的上面 他的呢 他的方神 他的他的作用呢 就是保护这底下的人的不受外来侵略 侵略和保护底下的人互相的残杀 就是你们不要 我这个权力在上面架着 你们不要互相打 你们要不 我也保护 你不会 然后我可以把你们团结起来 去抵御外来的侵略势力 那么 这个 在这样的一个主权 这样的一个sovereign OK 当所有的人把这个所有都放弃 把什么的这个 那么这个sovereign是谁 就是这个主权到底是谁 这个上面的这个绝对主权的这个拥有者是谁 那在过去呢 有可能是一个monarch 是一个王权 就是一个皇帝 或者是一个国王 或者一个绝对的君主 那么在今天呢 就有可能是一个组织 是一个国会 或者是一个国会 加上一个政府的权力机构 所以这个概念 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它不是过时的概念 因为今天也有sovereign 你像一个国家 它就是一个sovereign country 这个sovereign country是什么意思 是因为它有一个主权的政府 这个政府控制这国家的一切 当然这个政府在和这个政府人民的关系 这里面又有其他的很多各种现代化的 现代的这种不同的解释 那我们先放到一边 所以呢 这个呢 实际上是就是这么一 就是基本就是这个概念 就是Thomas Hobbes的第二个自然法则 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绝对主权 绝对王权 架在所有的这些自然法则 不可剥夺 拥有那些权利的人之上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不可剥夺权利 同时他们放弃其他的权利 而且是同时放弃 当然他们放弃的权利里不可能包括放弃他们的生命保护权 因为在任何的情况下 你不管你这个王权有如此的这个这个权利 用所有权利 你不能拥有剥夺他的生命权利的那个权利 换一句话说 你是你是我的绝对王权 但是你不能随意的要我的命 你要要我的命的话 那我这个权我显然我是不能同意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可剥夺的权利 就是生存权生命权 好这是第二条 第三条呢 就是说实际上第二条说的是什么呢 说大家达成一个契约 第二条说了我们等于刚才我说的第二条 就是大家所有的人在同时达成一个共同的契约 这个契约就是我放弃我权利 你放你权利 同时呢 咱们让这个绝对的主权在上面 把我们的权利接过来 然后他拥有那个权利 除了我的生命保存权以外 其他的都交给他了 第三条是说什么呢 就是这个契约不只是放弃 而且要保存 就是说不是说放弃了以后 我放弃多长时间就完了 而是说按照Thomas Hobbes 就是我们大家一定要maintain it 跟keep it 然后keep it with the sovereign and with each other 这个keep it with the sovereign 就是不是这个契约 不是和绝对王权签的契约 是我们自己签的契约 然后我们把这个手里的东西 都交给那个王权 而那个王权呢 我们就说我们要遵守这个契约 和王权不破坏这个契约 和我们自己互相也不破坏 也破坏这个契约 当然这个契约里面 上这里有一个比较细的一个区别 就是和王权没有契约 只是自己之间签了契约 只不过我们自己 既然就等于像王权宣誓一样 我们宣誓向你效忠 向党国效忠 但是呢 像党国并没有反过来说 我接受你的效忠 而是党国就是你反正给我了 那我就接过来了 然后但是呢 我这个效忠的时候呢 我互相也已经 互相都遵守了 就是说 我放弃我的权利了 那所有的签了这个契约的人 都放弃了他的权利 而且这些权利呢 大家都不可能收回 永远就放弃了 这个就是Thomas Hobbes的第三个自然法则 那么后面他还有 从4到19 这又是15个16个法则 这16个法则呢 就比较generic 比较就是比较 比较就是比较淡的一些东西 这些东西呢 我就不打一个一个列出来 基本的他就是说 就是说 基于前面三个法则 前面三个法则说到 说来说去就是一个 寻求和平 放弃自己的权利 把权利交给一个至上的 至高无上的一个绝对权利 交给他以后 我们大家全放弃 全都这个 维持这种现状 我们就是一个和平现状 那么那么第4到第19条 那意思说 在这样一个前提下 在这样一个前提下 我们应该做什么 那么还是通过Thomas Hobbes的这种 Rational Reasoning Argument 就是通过理性思维 这个Argument 就是说这我们大家 在这样一个前提下 我们可以 我们需要做什么 第一呢 我们要相互有一个Goodwill 就是我对你有善意 你对我也有善意 善意和友情 Reciprocal Goodwill And Friendliness 就是互相都是要一个善意 不要是 不要在这个假设前 就是你互相都有恶意 而是互相就要有善意 然后呢 互相又有一种容忍 就Forgiveness 在这里就是一种 一种就我可以 我可以接受 就是互相犯了什么错了 大家容忍一下 然后谦让一下 不要那个揪着一点小错 就跟他没完没了 然后呢 Everyone being equal by nature 就是人在这样一个环境下 大家都是一样的 因为所有的权利都放弃了 你除了保护你自己生命 自由以外 其实都放弃 大家都是一样的 然后呢 要有公平 要有正义 要有信任 这些概念呢 实际上都是在他第四位 我是把他大概抽出来 大概其这些 因为他这里面 那个语言很绕 但是呢 大概其就这么几条了 那么这些条款 实际上说来说去呢 没有什么新的东西 因为这都是亚里斯德德的ethics里面讲的东西 亚里斯德德 Aristotelian ethics 讲的就是这些东西 就是在人的社会里面要做什么 都是一些善 就叫什么这个真善美 用的法轮功的话 就真善美 OK 要truthfulness 要什么be charitable be friendly 然后呢 比这个美在这里上 就是某种意义上 也是一种 就是不一定说是beauty 而是一种 nice kind nature 是这样的一种概念 当然我重申一下 我并不是法轮功信徒 我不信那些东西 因为对所有宗教 我都不信 这个 那么这种道德的 基本的这种约束 OK 这种道德的这种 这种 这种 virtual OK 前面讲的美德 善德 美德 上是Aristotelian virtue Aristotelian ethics 上在Hobbs里 他也讲了 只不过这里有一个重大的区别 Hobbs讲这个的时候 我们再重回顾一下 我们这几节讲Hobbs 他所有的分析 都是基于讲道理 基于理性分析 就是人在自然状态 然后自然权利 自然法则 这么一步一步推出来 那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用去 去依靠宗教 不用去依靠上帝 告诉我们怎么样 Revelation或者是什么 而是说我们就讲道理 咱们就想一想 在这样一个社会 我们应该做什么 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 使这个社会 产生一个和平的状态 而已 OK 就是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他的这个自然法则 基本就是一个大道理 说到底就是大道理 那这个大道理 以多种形式 在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时代都在出现 当然在这个康德里面 是那个Theontology 类似的概念 我们用理性分析 我们做的一切事 都应该应用于所有的人 只要这个你做的这件事情 所有的人都可以用 同样的事情做 你可以接受 那你就可以这么做 那实际上从理性分析上 和Thomas Hobbes讲的 不是特别的有冲突 没有什么太大冲突 在中国古代 那就是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这是这句话 我认为是非常的 非常的这个经典的一句话 就是你做的事情 如果不愿意别人对你做 你就不要对别人做 实际上想来想去 这都是这个意思 就是总的来讲 就是而Thomas Hobbes的结论 有一点不一样 它建立了一个新的概念 就是主权 就是sovereign the concept of an absolute sovereign over the people 所以这个呢 是Thomas Hobbes 下边我们会讲 这个sovereign的概念 讲的比较细 因为这个概念实际上是 是一个西方社会 政治社会学里面的一个 非常核心的概念 一个是the concept of the sovereign 一个是concept of the social contract 社会契约 这个社会契约 我们也会讲 那么我们顺便呢 再讲一下 John Locke 因为John Locke和Thomas Hobbes 这都是 这都属于这个西方的 这个社会哲学里面的 这个最核心的思想家 John Locke在这个自然权力上呢 他也有类似的概念 他也有类似概念 他就说我们的这个自然权力 显然第一条就是要保护 我们自己的生命 所有的在我们所有的其他权力 从其他义务以外 保护我们自然的这个生命 是最关键的 这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 保护自己的生命 同时呢 John Locke把这一步呢 他稍微扩展了一下 他说我们还有一个自然权力 就是当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东西 没有人要的时候 OK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权力 把它拿过来 用我们的权力 把这个没有人要的 有价值的东西 把它拿过来 所以实际上他这个 这个我们在讲 John Locke的那个讲座里 也提到这个概念 实际上他这个某种要是针对 美国早期殖民 美国这个北美的时候 大量的土地 没人要 然后你能把这个土地开拓出来 变成一个有价值的土地 那这个东西就应该是你的 就是你的property 然后呢 John Locke就用了一个 用了一个宗教的概念 这是上帝给我们的 当然这个上帝在这里面 就是说在他的时代 就是用上帝的概念了 那么John Locke呢 在这个自然法则上呢 他是这么看的 他说这种自然法则和这种 宗教上的法则 是两码事 是两码事 宗教法则就是那种 圣经里讲的那些道理 那些那些法规法则 宗教法则 他认为是怎么说 指的什么呢 是宗教法则说的是 上帝 OK 通过那些prophet 通过那些prophet 把他的一些法则给 告诉了这些prophet OK 告诉这些知音 或者这个传音的这些人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他上帝给你的这些法则 只是应用于 他给谁 就应用于谁 这是John Locke说的 就是宗教里面的法则 上圣经里的法则 是他告诉谁了 就是跟谁 是应用于谁 当然有可能应用于别人 但是主要是应用于 被他告诉的那些人 那些prophet 和他里面讲的 那些revelation 里面讲的什么东西 而自然法则呢 不是 就像Thomas Hobbes讲的 完全是通过 我们的理性思维 通过我们的分析 通过我们的讲道理 然后呢 把这个结论得出来的 我们要有一个 保存自己的生命 我们要有一个和平环境 我们要有一个 把我们的权力交出去 那么这个呢 当然这个John Locke 并没有讲这个 absolute sovereign 讲一个绝对主权 他绝对主权和Thomas Hobbes 绝对主权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他说 这样的一个自然法则呢 是对应于所有人的 不只是那些信宗教的人 不信宗教的 也要应用 同时John Locke提出来的 你在圣经里讲的那些法则 和我们推出来的法则 自然法则 如果是相同的话 没有问题 是讲的类似的东西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这两个有分歧 张老师说了 对不起 自然法则 是我们真正要遵守的 当然你如果要是 你是信那宗教的话 那就是宗教里面 那绝对你要信他的了 信宗教里讲的那法则 但是如果你不信宗教 你没有 或者说你 你真正的理性思维的话 那自然法则讲的 如果和圣经里的有区别 那你就应该听从自然法则的 那么这个区别有没有 这里我就不细讲了 因为圣经里有好多 各种各样的 什么Ten Commandments 当然有区别 有很多区别 因为很多在圣经里的 讲的法则 可以说在今天都不适用 OK都不适用 因为他两千三千年前 几千年前的这个法则 那都是中世纪以前的东西 OK 所以就是那些东西 显然在今天已经不适用 而自然法则 它是人的理性的 基于理性推出来的 当然它是适用的 适用于在今天 适用于未来 所以呢 那么从这个自然法则 John Locke 他也有他的一些 基本的自然法则 那么他的基因法则 就基本就几个原则了 这个和这个 刚才讲的这个 Thomas Hobbes这种自然法则 有一些类似之说 他这几个基本原则 就是说 首先每一个人都有义务 去保护 保全自己的生命 就是说你的义务 基本法则 你要保存你自己生命 换一句话说 没事别去自杀 OK 动不动 你把自己给干掉了 不是别 你把别人干掉了 当然不对 你自己也不要 什么 第二条 那就是 Preserve others when self-preservation does not conflict 你如果 以保护你自己生命的 这个前提不冲突的话 你也应该保护 其他人的生命 这也是John Locke讲的 意思就是说 这道理很简单 对吧 当然在没有他想杀你的前提下 你不应该去杀别人 OK 就是等于是 不要去做进入那个state of nature 我怀疑你要杀我 因此我就先下手围墙 后下手遭殃 不要去做这个事 这个当然你可以说 你怀疑了 那你就是你自己 就有可能生命受到威胁 这本身又是subject to interpretation 还有就是不要去杀 不要去杀人 不要去奴役人 不要去偷别人的财产 这也是John Locke讲的 然后是什么 就是你的general duty 你的总体的 作为一个人的总体的义务 是应该是保护人类 Preservation of mankind 保护人类 那么保护人类 也就是保护所有的人 OK 那从这个讲的 和那个Good Samaritan 有一定的概念 Good Samaritan在美国 我以前讲过 就是你如果在美国 一个很慌的地方 你突然车抛锚了 马上就会有人停下来帮你忙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在美国任何地方 尤其是那种 那种城市的那种 那种就是那种 很乱 治安很乱的地方 那咱们很不好说 OK 至少你一旦 美国绝大部分的地方的这种外边 你如果车出现了问题 需要帮忙 一定会有生人来帮忙 这叫Good Samaritan Good Samaritan 某种意义上 你可以想象 这个就是general duty to assist with the preservation of mankind 我回想我自己的一个 一个亲身经历 这好多年前了 我车在这个高速公路上 没油了 我当时刚 那是那是八几年的事了 那时候对这个车油的概念 不是特别重 结果这夜里12点 突然车没油了 在路上一个高速公路 很多车哗哗过 然后刚停下来 我停在路边开始闪灯 马上后边就停下一个车来 下了一小女孩 二十多岁 OK他就直接就 就说你上我的车 我给你带到加油店去 加油站去 然后呢 这个再再回来 然后我就 我到家这买了一个大油桶 然后就加上油再回来 这是12点 这一小女孩 她就敢这么做 OK 这就非常非常的 就是我非常的这个 这个这个impressed OK 就是就是这种Good Samaritan 类似的事情 我自己也经历过好几次 当然我自己有时候争取 也去做 做这种帮别人的事情 如果可能的话 所以这个呢 实际上是一种 就是从John Locke讲的 这种自然法则的一个 基本的就是 你能帮助别人 帮助保护他的人 他人安全 保护他人安全 保护他人的存在 你就应该去做 如果可以的话 然后不要去随意去杀 去偷 打砸抢 打土豪分天地 那不知道 not to kill not to enslave not to steal 这不就是共产党49年干的事吗 打土豪分天地 人家挤 挤多少袋 存下来的这些财富 让你们就给抢了 把人家 把地主老婆将给干 给砍死了 这都是他们干的吗 Anyway 然后呢 就是charity John Locke讲 就是charity 就是你有慈善心 有慈善心 就是你可以帮助别人 可以去怎么怎么样 所以呢 这些东西呢 某种意义上呢 实际上和 Aristotelian ethic 变化也不大 但是一个核心的核心 John Locke和 他们超的核心的核心 就是要保存自己的生命 在这个前提下 保存他人的生命 在这个前提下 不去伤害他人 不去破坏他人 这个呢 就是基本 就是社会哲学里的这种 natural right和natural law的 一个最基本的概念 这一节呢 我们先讲到这儿 下一节呢 我们就进入这个 社会哲学里最核心的一个概念 叫social contract 社会契约 这个概念呢 实际上就是建立起 现代西方的 或者是整个全世界的 这种政府的 这个体制的一个 最基本的框架 这个下一节接着讲 我能怎么办呢 我帮你